有跟家人討論過要擔任多少年 那你當記者問你爸媽 問你爸媽 問你爸媽 成熟的大人 那另外就是說 No I'm gonna ask I wanna know How many of you 你都大家幾下 你出門 做什麼決定 每個成年人都要自己 做自己的事情 做負責任的 所以自己做決定就可以了 當然啦 做自己的主人 那舅舅說 原本昨天是 你是這樣子在剝削女權 因為是說是 父權社會 就是要問 男人 問先生 問父親 才能做 女生才能做決定嗎 也可以跟媽媽同的 可以跟家人都會聊一聊 就是有時候自己要做大事 好 還有嗎 吳欣妍本人 他在美國跟菸佛受過教育 他很比較強調這種 叫做自主意識 所以你問他說 你要來參選副總統 有沒有問過你家人的意見 當然說 在他來講 這個題目很奇怪 就這樣 以他的背景 以他的文化 他覺得 我要幹什麼 還要回去請辭 我想這還好 這只是要表達他的想法 國籍法裡面 你知道 當地法委員 不是要不得有雙中國籍 他都已經當超過一年了 現在才在查 中華民國 中央政府完全失職 這奇怪 我的吳貴蘭奶奶 她就是 桃園中立的配偶 所以我也算是 四分之一的客家人 以副總統參選人身份 吳欣妍首長浮選 來到桃園 用客家寫緣 和鄉親拉近距離 但近期頻頻被質疑 有雙重國籍 到底何時放棄 吳欣妍有些動氣 好幾年前的事情 我就放棄了 後來就是 選舉的時候 中選會 還有立法院 都已經審查過 我的資料了 我非常非常討厭 在選舉的時候 散播假新聞 澄清再澄清 只是吳欣妍不滿的 還有舅舅徐顯榮 透露吳欣妍 打黨柯文哲 梅和家族討論過 有跟家人討論過 要擔任負責 那你當記者問你爸嗎 對啊 他們的理由 你都大家幾個 你出門 做什麼決定 每個成年人 都要自己對 做這些事情 做負責任的 你是這樣子 是在剝削女權嗎 因為是說 是父權社會 都要問男人 父親才能做 女生才能做決定嗎 搬出女權反擊 吳欣妍提升火力 畢竟對手陣營 早就分進合集 才說把副總統當總統來選的趙少康 晚間再陪 掃機掃街 藍白拼路戰 誰也不讓誰 DVH 韓國人 批餘頭陣播到 做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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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員